郭故人庄 故人聚基属 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河 青山郭外辖 开炫面长谱 把酒画桑麻 待到重阳日 还来旧菊花 古人聚基属 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河 青山郭外辖 开炫面长谱 把酒画桑麻 带到重阳日 带到重阳日 欢爱秋的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村边河 艺术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村边河 写兰赶 雪村边河 杨树村边河 写兰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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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尽 写兰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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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唱唱歌 把酒花丧马 带到中央旨 换来酒之花 故人据基数 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河 青山郭外侠 开轩面长谱 把酒画桑马 带到重阳日 换来酒菊花 好美的一幅田园景色 有农家 绿树 青山 晒谷场 菜园 还有朋友聚会不可或缺的酒 除了酒以外 其他都是很多人幼年时的美好记忆 农家人的热情淳朴 常使得访客受宠若惊 印象深刻 备受礼遇之余 不免又会兴起 下次一定再来拜访的念头 因为常年在都市生活的人 对于甜淡闲适的农家生活 总会有些向往 尤其在真正接触了之后 更不免有些眷恋 孟浩然也不例外 但不同的是 他与主人是至交好友 所以农家主人不必因因劝酒进食 一切随主客之意 很随性 很自然地进行着 诗人也尽情地和主人叙叙叨叨地 谈论着有关农家播种收割等农事 一副怡然闲适的模样 说着说着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 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 由于大家谈得很投机 又有点意犹未尽的遗憾 于是就跟主人约定 下次见面的时间 所以末两句 就像熟视的好友分别时 会发生的对话 诗人帅真的表示 下回不用你请我来 我也会不请自来的 说完两人相视而笑 喝下了分别前的最后一杯酒 才为这一次的聚会画下修纸符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